台长,我先向台长参会 因为前几天我发了很大的无名话 把家里的人都骂了一顿,对不起 英雄啊,我觉得你很英雄 对不起 菩萨就这么来啊,做菩萨在家里是这么做的 我们马来西亚一个同修 那,过去呢,老骂太太 现在修心了 她太太骂她,她双手合十,跟太太说 对不起,是我做错了 她太太现在拼命在修,说我再不修的话 我赶不上你了,境界不一样了 你好,你再给菩萨脸上抹黑啊 学佛学到这样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啊 想干嘛就干嘛的啊 我做错了,对不起 你自己后悔不后悔啦 后悔 有什么意思啦,你告诉我 发掉之后难过不啦 难过 你有本事发掉之后开心啊 发脾气是全世界最亏本的生意啊 伤了别人,伤了自己啊 自己还要后悔 还没有这么快的解决的啊 用菩萨给你念经的嘴巴去骂人的啊 修得好呢 像佛呢 你有出息啊,你告诉我啊 你有没有出息啊 没有,对不起 我又好好的改了 又好好的改了啊 丢死人了,观世音菩萨都收你们这些地址啊 真的 我都丢脸啦 帮菩萨推荐这些地址给菩萨 哎 台长,请帮我解个梦 前几天我梦见 我穿着裙子走上楼梯 然后看到我自己的大腿 比我心思的腿大好几倍 请台长开水,这是什么意思 大好几倍,大脚疯啊 以后你的腿会走不动的 哦 以后你年纪大,你现在胖不胖啦 哦,不胖 开始胖起来了啦 是的 好啦 他的晚年们走不动啦 那 脚肿啊 脚肿啊 哦,ok 嗯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嗯,这个 去多骂人 在家里发脾气 多骂人 啊 对不起,我做错了 腿就会 腿会就不 不会,毛病就会好啦 怎么没出息呢 学补上这么容易的 不忍辱啊 哪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忍辱 不忍耐的 不忍耐,连家庭,家都没了 跟孩子不忍耐 孩子都离你而去了 跟老公不忍耐,家都没了 你社会上的人,你不能忍耐呢 他就整你呢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啦 对不起 好好努力 给 那我要念什么经文吗 嗯 对于这个大腿的那个 没什么讲的 多放声 好,有 要 要练小房子吗 要 要 要 跟对这件事情要练几章呢 好好念啦 不要问了 好的,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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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